前世 贺诚从一开始就将我误认做男生 故意害我衰残 只为吓哭他身边的女孩 谁叫那个女孩总是淡淡的 冷冷的 贺家为了补偿 将我从杂耍班接回养着 贺诚才指我是女生 态度一下逆转 变得温柔体贴 我也才知道那个女孩原来是他阴魅 关系极为僵硬 不管贺诚待我多亲近 他都默然置之 反倒叫贺诚气得半死 直到他撞见贺诚向我求婚 那张无动于衷的脸突然落下泪来 贺诚当即推开我 拥住他 有情人终成眷属 又怕我留着会叫女孩吃醋 不顾暴雨将我赶出家门 我淋雨高烧又行动不便 最后被醉酒男人拖入巷中 凌辱致死 再睁眼 我重生回到最开始 这一次我完成了表演 完美落地 却继续洋装男生 捧着花走向贺诚所在的看喜 然后将花送给他身边待住的女孩 让他超爱 你 花 送给你 我偏过头 抓了抓吉尔的黑色短发 红着脸道 和你的裙子很配 闻言 女孩那双一直安静低垂的棕楼抬起 微微睁大 看了看我手中的枝子花 又看了看她身上的白裙 下意识要伸手接过 却被一旁的贺诚和她一把掀翻的碗碟打断 哪来的野狗 也敢跑到我面前乱叫 滚出去 碗碟里的汤汁浇在我身上 滚烫得像铁水 我却没有半点退缩 反而担忧地看向同样被见到的女孩 地上手帕 给 这下贺诚更怒了 她夺过花又砸在我脸上 我让你滚 花瓣分扬 连同鞭子一般的根筋一块丢在我脚边 重生的朦胧感终于褪去 真切的疼痛与寒意渗透花香 我记得 今天是贺家少爷贺诚17岁的生日 我和师哥们所在的少年杂耍班被请来演出助兴 而像那样迭人塔的杂耍 我曾表演过无数次 每当踩着师哥们的肩膀一步步爬上人身搭乘的塔 头顶舞台的灯光便宛若触手可及的太阳 炙热 滚烫 不可直视 我时常想 如果能有一片阴影遮挡该有多好啊 可等那片阴影真正飞来 冲击力却不亚于子弹 尽管那只是一只连织带叶的枝子花 当前试的我从四人高的人塔跌落 摔在一片雪白的枝子花板中 抛出那只花的贺诚却在袭上鼓掌大笑 而从那以后 我再也离不开轮椅 最后也在轮椅上被醉酒男人 我他妈让你滚 听不懂人话吗 见我没反应 贺诚又抓起一旁的高脚杯 砸向我的脑袋 他旁边的女孩则重新垂下眼帘 神情淡淡 仿佛城堡里远离战火的公主 胡闹 这时 一道威严洪亮的声音伴着主管声走近 听见这个声音 我原本要躲开的动作已知 任由高脚杯砸破我的额头 玻璃碎裂支声刺耳 周围人色缩一下 纷纷起身攻后 贺老 贺诚也一顿 抢压下躁怒的音量 爷爷 别叫我爷爷 老人被一帮人簇拥进屋 白眉倒数 我贺家可供不起你这么大脾气的祖宗 爸 您别生气 旁边一个美妇人收到丈夫的眼神 忙上前陪笑 小惩他年纪小不懂事 这不都闹着玩呢 年纪小 贺老爷子却不买账 冷哼一声 这些杂耍般的孩子每个比他大多少 又每个不比他懂事 都是给你惯的 老人走向我 眉眼又变得和蔼 娃娃 你叫什么 多大了 我随手擦去鹅角的血 站直了身 爷爷 我叫顾江 十七岁 哎 好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贺老爷子面露怜惜 摸摸我的脑袋 爷爷先叫人给你包扎 再让那孽障给你赔礼道歉 凭什么要我道歉 贺诚不服 那双完美遗传母亲的漂亮猫眼眯起 是这小子先调戏的鱼婉 我教训一下他有什么错 说着 他粗暴拽起身边的女孩 喂 鱼婉 你说是不是 而鱼婉依旧神色淡淡 放空的棕眸像在出神 许久 他才随意点了点头 轻飘飘 嗡了声 看吧 贺诚这才松手 得意又轻蔑地瞇血我 一个臭耍杂技的 真拿自己当白马王子了 你给我闭嘴 贺老爷子重重煮了好几下拐杖 她是你妹妹 不是你的玩具 她又从美妇人身旁 铁青着脸的西装男人发火 都是跟你这当爹的学坏的 小小年纪就如此跋扈 还不如这娃娃沉稳得体 将来成何体统 可吼着吼着 贺老爷子突然没了声 捂着心口面色涨红 爸 美妇人和西装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而我已经喊起来 不好 爷爷是有心脏病吗 快叫医生 众人这才骤然响应 偌大的生日宴上顿时乱作一团 直到这时 我的视线才越过分杂的人群 看向贺丑 他正拽着一脸势不关己的鱼腕立场 不再看我一眼 也毫无心理负担 和前世的情形一模一样 除了我还能站着 靠自己的双腿 二 生日宴不花而散 杂耍般自然打道回府 可没过几天 贺老那就派人来 将我接到医院 娃娃 来 到这来 病房里 贺老爷子靠在枕头上 笑着朝我招招手 而我刚坐到病床边 他就注意到我擦肥 也遮不住红肿的双甲 当时白眉皱起 冷声道 怎么回事 是你们那杂耍般的班主打的 我低下头 撞似犹豫地点了点 原因很简单 我完成了表演 却得罪了贵人 就算班主在后台看得清楚 是那贺家少爷先惹事 故意朝我脸上掏只字花 分散我和下面师兄的心神 要不是我反应及时 抓住花又带着整座人塔 调整重心 最坏所有人都会摔下 舞台没有保护措施 那轻则骨折 重则瘫痪 可用班主的话说 反正我见命一条 即便我当场摔死了 信不信他和少爷 也不用进去蹲一天牢 见我沉默 贺老爷子还有什么不懂 荒子缠孙啊 他闭眼长叹 皱纹纵横 整个人仿佛又摔老了几岁 再睁眼 贺老爷子眼底已有了决断 娃娃 爷爷今天找你来 其实还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上午我去了医院 下午少年杂耍般的班主 就因虐待儿童被拘 而到晚上 我就连人带全部家当 被送到了贺家 你倒有点本事 玄关处 贺诚懒懒靠着鞋柜 居高临下的 服侍我所带来的一切 磨泊的运动鞋 洗褪色的就校服 以及唯一的掉漆行李箱 他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 不演恶意的吃笑一声 你不会是女般男装吧 把老头子勾得铁树开花 都想来一段银孙恋了 蹲身换好拖鞋 我挺直腰板 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你的心一直和你的嘴一样脏吗 文言 贺诚的脸上顿时蒙上戾气 你他妈再说一遍 我没复数 竟只踩上玄关边缘的台阶 和他站在同一高度 从小在杂耍团 把筋骨拉练到极致 此刻贺诚与我面对面 竟将将比我高出一点 至于我是不是男生 我目光亦有所指的向下 要比比吗 贺诚先是一愣 接着脸都黑了 抬手猛推开我 有病了你 我向后退了两步 追问 不敢吗 还是没自信 终于察觉到 我这痞子般的表现 与初见时的巨大反差 贺诚一时竟没立刻反击 上下打量我 哼 果然 又是一个会装的 之前装的乖巧老实 现在目的达成 真面目就暴露了 他讥讽道 不过你还是不够聪明 半路开香槟 得意的太早了 我皱起眉 什么 老头子最爱做慈善 像你这种孤儿 我们贺家一年少说 资助几千个 但真攀上高枝的 连个位数都没有 说着 贺诚吐出棒棒糖 抬手将糖面 用力处在我的头顶 就算接你一个回家 何收养一条流浪狗 没什么区别 明白吗 我一把挥开他的手 力道之大 发出清脆的啪 就算是养狗 养得不好也会咬人 何况养我的又不是你 咬人那就直接打死 一条狗命罢了 有谁在乎 是吗 那 那就算了 剑把弩张的交锋 撑在我这陡然直下 贺诚不禁胡一望来 见我耳根发红 手脚僵直 便又顺着我的视线 转向身后的楼梯 正好看见一身 素色睡裙的鱼碗 捧着书从上面走下 察觉到两人的目光 鱼碗微微抬眸 对上贺诚的目光 又在我身上多停留一秒 冷冷的 不带半点情绪 而贺诚却如同炸了一般 直接抓起一旁的花瓶砸去 滚回你的房间 花瓶在台阶上粉身碎骨 碎片划过女孩纤细的小腿 我立刻抓住贺诚的胳膊 紧皱眉头道 你干什么 她不是你妹妹吗 滚 宛若触到逆鳞 贺诚猛地甩开我 越发狂躁 谁和这婊子是兄妹 而她的话还没吼完 就被我一拳打回肚子里 好好说话 要么就不要说话 我举着右手 拳风发麻 声音却还是温和的 操 贺诚缓缓扭回被我打歪的头 右手蹭过嘴角 当她看清上面的血迹后 卧底笑了一声 再看向我 眼神英智的吓人 就一条狗 还真他妈有胆子啊 道歉 我余光飞快掠过于婉 低下头 我只是觉得你的话 太伤人了 捕捉到了我的动作 贺诚眯起眼 伤人 呵 看不出你还有这么温柔啊 又在装什么 绅士 其实 她陡然放亮声音 分明是要让于婉听清 你以为这样 她就会喜欢上你了吗 仿佛被戳破心思 我僵硬的敏直唇角 将头埋得欲低 见状 贺诚响亮的吃笑 又漫不经心的冲楼梯招手 过来 于婉 我慌忙抬头 等等 小心 而于婉已经踩下那一级级 布满碎渣的台阶 小脸愈发苍白 我伸手想搀扶 于婉却垂眸无视 从我身边绕过 摇摇欲坠的走向贺诚身边 真怪 贺诚随手搭在她肩上 勾起唇角 无声宣示胜利于主权 见此情景 我也不强求 自然的收回手 毕竟对于这个结果 我比谁都清楚 不仅今天 还有明天 将来 不管贺诚怎么虐身虐心 于婉都会心平气和地走向她 而原因很简单 她不爱她 或者直白说 是她认为自己不爱她 好像只要她不爱 就算是一种对贺诚的惩罚 就能忍耐 直至贺诚幡然醒悟 追悔莫及 迎来属于她的甜蜜追击火葬场 最终两人互诉肝肠 兵事前险 贺诚再也不需要利用我这个异性 来刺激于婉 试探她的心意 于婉也再也不用无视我这个同性 来彰显她的清高和大度 于是我这个感情垫脚时 连再踩两脚的价值都没了 最后连死 都成了她们 虐恋Play的一环 所以众活一世 作为报复 我是该先忍辱负重 抢走于婉的男人 俘获贺诚的心后 再狠狠甩了她 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 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和复仇吗 见我始终没露出半点挫败或不甘 反倒用一种奇怪的目光 打量她和于婉 舔狗 贺诚近乎恼怒地接着嘲讽我 为了在少年杂耍般表演 我从小被班主要求扮作男生 果胸剪发 伪作男婴 穿戴自然也都是男装 因此在前世 贺诚从一开始就将我误认作男生 而到这一时 她还蒙在鼓里 我坦然道 如果你觉得 做正常人和尊重女性 就算是舔狗的话 贺诚却面露轻蔑 觉得我不过是在强碗尊严 喂 于婉 你自己和她说 她又估紧于婉的脖子 挑衅的撇向我 你会看得上她这种屌丝吗 文言 于婉淡淡淡抬眸 看了我眼又垂下 第一次开口的声音 一如她气质般清浅且淡薄 我和你没可能的 嗯 我知道 我简单点头 笑了笑 没关系 我又望向她脚下保底的拖鞋 但你脚底的伤 还是快点处理吧 不知是为那句没关系 还是后一句的关心 于婉再次抬眸 正好对上我的笑 她一时正住 接着飞快一开视线 也第一次仓皇的这般厉害 而贺诚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便笑得愈发真挚了 报复 复仇 不急 我只是想看看 当她接受过 真正健康温暖的感情后 谁还稀罕她能烂到狗都不要打 三 贺爷爷人还在医院调养 却已经将我安排的面面俱到 除了在贺家和贺鱼兄妹同吃同用 连学校也转去了同一所私利 我低头看向身上的新校服 男款校服 那天在医院 我就主动坦白了 自己女扮男装的事 并恳求贺爷爷能帮我继续隐瞒这个秘密 一来异形相惜 我和于婉这个养女到底不同 以男生身份担尽贺家能少些闲言蜚语 处境也更自在 二来同性相吃 我作为男性 说不定能激起贺诚的一些好胜心 最后我又提醒贺爷爷 四周后的傍晚 他最好不要出门 特别是坐车出门 听完前面几点 贺爷爷虽然诧异 但也能接受 尤其是激励贺诚竞争这点 贺爷爷听的是皱文舒展 赞不绝口 可对于我最后含混气词的警示 贺爷爷却感到不解 而我也没办法解释 我该怎么说 前世的贺爷爷 就是在那天死于一场意外车祸 彼时我躺在医院 下半身毫无知觉 车祸的更多细节也无从知晓 事实上 我对贺爷爷发出如此精确的意境 本就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不仅容易暴露自己的重生 甚至还会惹火上身 被怀疑动机 可我实在忍不住 不论前世今生 我始终浸泡在命运的恶意里 收到的善意少之又少 因而每一滴善意 我都刻骨铭心地感激 见我长久沉默 贺爷爷不知察觉到了什么 忽然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好孩子 爷爷答应你 那天绝对不会出门 他笑得和蔼且真挚 脑袋上的重量也又沉又稳 却无关地位身份 而只是一个生命的重量 回忆中指 我放下粉笔 转过身 这所私立高中并不强制要求穿校服 大多学生也都穿着私服 我越发另类 所有视线落在我身上 或巨傲或怜悯 不乏轻蔑 但这些 我早在以往的表演中习以为常 我没有半点缩手缩尾 扫尸一圈教室 恰好对上前排一个正跟后座 窃窃私语的高马尾女生 四目相识的瞬间 我对她露出微笑 顿时高马尾女生一愣 聊天的嘴还张着 脸却红得红了 顾江同学今天转学到我们班 就先坐在 女老师伸出一只手来介绍我 声音十分温柔 神态却有些为难 放眼望去 教室座位的安排 显然都是出于学生自愿 既有一性同桌 也有同性同桌 自然还有独坐 比如鱼碗 刚踏进教室 我就注意到 独自一人坐在后排的鱼碗 不论教室里 怎样嘈杂吵闹 她始终垂着眼帘 孤零零看书 先坐在 女老师自然也注意到了 手正要摆过去 老师 她可以坐小力旁边 偏偏这时 高马尾女生的后座 举起胳膊 满脸暧昧地笑 你干嘛 高马尾女生 红着脸瞪了朋友一眼 到底没有反驳 顾江同学 你觉得可以吗 女老师问我 我没立刻答话 视线越过前排 落向鱼碗 她手中的书 已经停在那夜很久了 鱼碗身边的座位 同样空着 我要想坐过去 想来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 然而我收回视线 对女老师笑着点点头 可以的 老师 与此同时 窗边的鱼碗 终于将那夜翻过 分不清是松了口气 还是隐隐失落 很快 下课了 教室里愈发热闹 但不知为何 始终没人同鱼碗说话 所有人都默契地 当作看不见 甚至还特意绕过 她所坐的桌椅 仿佛大海上 与世隔绝的孤岛 那是怎么回事 我壮丝好奇地 问高马尾女生 我的心同桌 她名叫合丽 是独生女 家里虽没贺家那般 有权势 但也十分阴识 哦 那个是鱼碗 她的情况 嗯 有些复杂 何丽表情复杂 听说她好像是被收养的 算贺诚没血缘的妹妹 但贺诚特别讨厌她 对了 你知道贺诚吗 我没回答 只望着她的眼睛 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何丽的脸又红了 咳嗽一声 贺诚 算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吧 因为她家背景的缘故嘛 好多家长都叫自家小孩 去巴结她 她说着压低声音 所以她要是看不惯谁 都不要她自己出手 多的是人抢着找麻烦 而说曹操曹操就到 只见教室前门 晃来几个别班的男生 围首一个打着耳钉的男生吆喝 喂 叫你们班的鱼碗出来 顿时 教室里安静了一鸟 鱼碗眼帘低锤 和尚书 默默走向前门 什么事 耳钉男笑嘻嘻道 没什么 我们都是逞哥的朋友 刚打完球回来 你帮我们买五瓶可乐呗 要大瓶冰的 这要求 乍一瓶像是简单的跑腿 可大瓶最少也1.25L 五瓶少说12斤 何况还要冰冻的 叫鱼碗这样一个 细胳膊细腿的女生提回来 不是刁难人是什么 而鱼碗却只是点头 神色淡淡 宛若将一切情绪 都扼杀的词人偶 耳钉男便笑得更得意了 和同伴勾肩搭背 快点啊 我冷下脸 站起身 合力下意识想拉我 却没拉住 难看死了 我的声调带着明显的怒意 却不是对那几个男生 而是对鱼碗 你到底要窝囊到什么时候 听见我的声音 鱼碗身子微微一颤 眼帘愈发垂下 被人打岔 耳钉男不爽了 抬手就来推扫我 你谁呀你 然而他的近视了 却发现根本推不动我 甚至他一抬眼 还没我高 这不是长手了吗 我俯视他 长手就自己去买饮料 耳钉男登时恼羞成怒 你算什么东西 老子找谁买官你屁事 他的同伴也帮枪攻击 你看他 还穿着校服 估计又是哪儿的助学生 晒得这么黑 别是刚从田里教完份来上学的吧 耳钉男上下扫我一眼 冷笑道 哦 我说呢 原来是个穷小子 但他可不是什么富家大小姐 就算你现在英雄就美 也当不成坠戏 你算盘要打空了 你对我的百般注解和食毒 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 却是一览无遗的你 三毛说的 听过吗 我平静道 我不知道你身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 才会让你见到 每个人想到的只有结婚和入坠 至少我的价值 从来不需要靠婚姻来实现 我又做了一个打气的动作 不过你也不要放弃自己 你也就嘴上厉害了 是吗 你刚说你们才打完球 是篮球吧 我歪了歪头 敢比吗 怎么不敢 但老子凭什么和你比 如果你们赢了 往后一个月我都给你们跑腿 随叫随到 如果我赢了 你就请我班上的所有人喝冷饮 我指向于婉 以他的名义请 于婉亚异抬眸 淡然的面容第一次有了军烈 耳钉男一愣 玄疾大声嘲笑 扑 你就这么想逞英雄 好好好 那我就让你丢脸丢个够 你赢了 老子亲自请客 要是你输了 以后在学校里 就是我们的狗 说吧 他冲同伴里 最高最壮的一个男生招手 耗子 走 虐抱他 我却站着不动 等一下 怎么 你怕了 不 要上课了 约定下时间 随着上课铃响起 耳钉男等人 大摇大摆离开 班上同学也回到座位 最后头像我的眼神满是怜悯 唯独于婉还站在原地 直到我转身要走 他才呼得拉住我的一小片衣角 你没必要为我做这些 我也不会感激你 我回过头 见雨碗伴养起头 那一丝军裂也重新融为冷淡 那个耗子 是上届冠军队里的最佳前锋 你和他比 只会自取其辱 嗯 我知道了 我点头 还有吗 雨碗一正 才接着到 到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你来不了 以后你离我远点 他们就不会找你麻烦 而我不再说话 只若有所思的叮向雨碗 你看什么 他终于忍不住到 嗯 你其实 是有些傲娇属性在身上的吧 什么 没什么 我露出笑容 中午的比赛 对我多期待一点吧 四 但凡涉及学习之外的事 没有比学生更积极的群体了 有关赌局的消息不进而走 凑热闹的人比预想的还多 喂 穷鬼 见过这么大的篮球场吗 耳丁男挑衅道 别一会吓得尿裤子 输了还找借口说是发挥失常 没关的男生理不乏 耳丁男的同班 文言都哄笑一团 而我并没搭理 先适应了一下篮球手感 然后直接三分线外抛出 咚 篮筐进球 所有笑声掖住 篮球场上有片刻死记 不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耳丁男变色略有难堪 但很快又恢复自信 先让你爽一下 待会就打得你哭的喊娘 耗子 上 这场比赛 双方人数毕竟摆在那 自然组不了正规赛 所以规则也很简单 1v1 五个球 进球多者胜 我赢了猜拳 先攻 耗子把球丢给我 讥笑道 来吧 咚 1比0 耗子愣了一下 踩扭头望向篮筐 又一个远头进球 速度快到 他那声来巴的余音 还营绕在球场上空 耳丁男在边上 气到唾沫横飞 耗子你木头啊 让你上去 是让你站装的吗 被他骂得脸色发青 耗子瞪向我 看来还真是个投手 而他竟然傻到 让一个投手在自己面前 空位投篮 重新再离我一米远的位置 张开双臂 耗子沉下重心 摆出防守姿势 他笑得猙獰 不过你的走运到此为止 老焦认真了 我点头 哦 重新开球 这次耗子直接往上贴身防守 而我依旧做出三分投篮动作 发现规律 耗子面露狂喜 毫不犹豫直扑上来 谁料下一秒 我粗篮一个收球 往右加速突破 耗子扑了空 只能回头目送我上篮得分 咚 2比0 干脆立了 空心入网 你认真了 我真诚的发出疑惑 不 不可能 再来 被我的真诚搞破防 耗子红着眼大吼 拿到球直接砸给我 我接住球 见他情绪上头 整个人棕熊式的猛扑过来 干脆又虚晃一枪 但这次 却是变相走走路突破 刷 3比0 还要比吗 我问 就算后边3比2 那也是我赢 不可能 你作弊 耗子面目扭曲 我可是最佳前锋 我怎么可能会输 一定是你作弊 是你 够了 还嫌不够丢脸吗 这时 一道不耐的声音打断 却见鹤逞两手插兜 懒洋洋走来 而在他身后 是低头敏唇 眼眶隐隐泛红的鱼碗 很显然 这尊大佛就是他请来的 一个有意思爱而已 谁出钱都能评个最佳 贺诚吃笑 骗骗别人就行了 别把自己也骗了 蠢货 被他蔑视的余光扫过 耗子满脸杖子 钻紧拳敢怒不敢言 贺诚又劈向我 打得还不错 你在哪学的 而那注视和语气里 竟意外地多了几分尊重 叫我一时以为是自己自作多情 贺诚皱眉 聋了 我这才缓缓摇头 没学过 贺诚翻了一个白眼 行了 再装逼就过了 你的投篮能力是不错 虽然还没到顶级 打得青年队也绰绰有余 但叫我意外的 还是你的控球技术 没专业学过 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 听见这话 鱼碗差一抬头 妄向的却不是我 而是他身前的贺诚 想来他此刻惊奇的内容和我一样 原来贺诚也有这样 不发颠不狂躁 好好说话的时候 哪怕在前世 当贺诚得知我其实是女生 利用我来刺激鱼碗吃醋时 他的神态远比此刻体贴 声音远比此刻温柔 可那时的他 眼睛从未正视我 也从不在意我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就好像我只是一个音乐盒里 只要他打开 就会为他不停旋转的芭蕾舞小人 跑不掉 也不重要 而此时此刻 在篮球这一能力没戒之上 贺诚却认可了男顾江 映入他眼底的我 终于是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和他一样 拥有平等灵魂的人 见我长久沉默 尔丁男实在憋不住 跳脚道 既然你的水平都能掉打青年队 为什么还提出要和我们比赛 这不是故意欺负人吗 我的确没专业学过篮球 我先回答贺诚 但我学过其他 柔术 顶碗 走钢丝 接抛球 失误就要挨打 掉下就是摔死 我捡起篮球 将他抛给带住的耗子 或许他的运用 对你们来说只是娱乐 但对我来说 就是没日没夜 拿命去练的吃饭本事 何况 我走向尔丁男 歪头挑衅道 我就是故意的又怎样 你欺负别人就行 别人欺负你就不行 你 老子 哎哟 尔丁男气得脸红脖子粗 还想破防 却被贺诚从后一脚踹上屁股 叽叽歪歪 输了就认 还狗叫什么 贺诚骂着 又补上一脚 请客 要大瓶兵饮 在场人均有份 快滚 见贺诚发话 尔丁男不敢得罪 只得打落牙齿向杜忠艳 憋屈地拽着同伴往商店走 煞时间 全场欢呼 甚至还有人鼓起了掌 见状 赫逞嘴角微微上翘 再一侧目 正好撞上我的打量 立刻又拉直唇线 恶狠狠瞪我 看什么看 看你爹呢 我呜了声 老实的一开视线 然后落在雨婉身上 你他妈 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五 不上学院论坛 一L不考进前五不改名 是谁不听课 在这刷论坛啊 哦原来是我 那没事了 二L粒粒想睡觉 没人觉得这论坛页面的样式 也太老了吗 就不能更新一下 三L暗恋教导主任 舅舅得很安心 四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有一首八卦 听不听 五L粉蘑菇 有瓜 素讲 六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就一般的顾江 我合理怀疑他喜欢雨婉 七L粉蘑菇 真假 八L粒粒想睡觉 无语 别在这造谣好吧 九LAA王师傅开锁 谁懂 我一直觉得 顾有种雌雄莫变的美 虽然黑了点 但越看越帅 一点都不油腻 十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笑死 谁造谣了 我就是一般的 顾江的双标掌眼睛的人 都能看出来好吧 十一L熬夜看小说 我懂 感觉顾江在其他人面前 都是礼貌冷静的 唯独在雨婉面前 就像阳光小狗 坦荡又炫耀的偏爱 你小只别太爽标了 十二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对吧 磕死我了 俊男靓女对我的眼睛 真的很友好呜呜 十三L粒粒想睡觉 无语 十四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你又无语了睡觉姐 十五L粒粒想睡觉 我无语关你什么事 顾江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十六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哎呦还肤浅 难道说你是爱恋人家 极度了 十七L粒粒想睡觉 没看完 我关掉论坛 走到卫生间照镜子 我双标的 有那么明显吗 这时 手机震动 是雨婉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雨婉 小组作业点docx 我 收到 我 老师布置的主题是最初的梦想 你打算写什么 半个小时后 雨婉发了一条消息 随即又撤回 但我一直在手机前 没有分心 我 小说家 雨婉 我 你最初的梦想是当小说家 对吗 雨婉 以前的 现在不是了 我 那你有写过小说吗 十分钟后 雨婉 嗯 我 我很好奇 我能知道大致情节吗 又十分钟后 雨婉 只是一本科幻小说 女主表面上与不同人周旋爱恋 背地里其实在策划一场复仇 最终所有男主都付出了真心 而女主始终清醒 最后复仇成功 一人远走高飞 完全没想到的剧情 我意外地挑眉 正准备打字回复 手机却没电 自动关机了 等我冲上电开机 已经是五分钟后的事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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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时的消息一连串进来 雨婉 很俗套 很无趣 我知道 雨婉 你想笑就笑吧 雨婉 别再和我发信息了 嗯 我好像不小心把她搞破防了 我 抱歉 我手机刚才没电关机了 我 所以 这是一个围绕伪装成浪漫纠葛的背叛和复仇故事 感觉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开始想看了 三分钟后 雨婉 雨婉 真的 我 真的 你会写这种类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迫不及待 想看你会如何将这个故事推向高潮和结局的了 雨婉 但其实我并没有写完结局 我 为什么 雨婉 拖延症吧 我 拖延症只是完美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你为自己设定了很高的标准 但心底又害怕失败 是这样吗 雨婉 可能 雨婉 还可能是 每当我告诉别人我想写小说时 从来只会被嘲笑 我 我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或想什么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 你的声音很重要 你的故事很重要 写下你内心明亮的东西 不要被他们的闲言碎语吓倒 雨婉 雨婉 你一直这么会安慰人吗 我 看情况吧 有时候我发挥的好 我 有时候发挥的更好 六 雨婉原本没准备笑的 可当她想退出聊天页面 却失手点进顾江的主页 明天见 那是顾江的微信秘称 雨婉盯的那三个字看了好久 唇角在自己都没注意到的时候 微微勾起 在看什么 笑那么开心 直到有声音从背后冷不丁响起 雨婉吓得一颤 手机就被人抽去 贺诚夺过手机 翻着聊天记录 越看神色越沉 雨婉下意识低下头 身子前所未有的僵硬 最后 当贺诚的视线离开屏幕 竟笑了起来 可雨婉觉得 她的眼睛分明要烧起来了 和她聊得很开心吗 我要来得再晚点 你们孩子叫什么 是不是都起好了 贺诚轻松笑道 那双漂亮的猫眼弯起 亮晶晶的 但下一秒 手机冬的砸在地上 雨婉接着赶到自己脖子上一紧 被贺诚掐住了 雨婉你他妈还要不要一点廉耻 发出又撤回 欲擒故纵玩得很爽是吧 不勾引男人会死是吧 你和他才认识多久就掏心掏肺 就因为他帮了你一下 这么点好处就把你俘获了 你就这么饥渴 这么缺男人吗 胃力火烧一般翻腾胶着 雨婉感觉自己快要窒息 明明在这之前 比这更重的羞辱 更多的刁难他都经历过 忍受过 却从未有这次这般委屈和绝望 为什么 对我就不行 什么 歇斯底里的吼叫后 贺诚似乎又呢喃了一句什么 可他的声音太小又太雅 雨婉不想去听清 他知道贺诚讨厌他 恨他 他说是他的家人 害死了他父亲的亲兄长 将他从小带大的伯父 所以他活着就是要折磨他 就要他和他一样永远痛苦 永远迷茫 所以他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封闭 不牵连任何人 而反抗 我告诉你 离开贺家 离开我 你什么东西都不算 刻薄的话语 尖刀式的统进五脏六腑 又握着刀柄 看着你边笑边旋转 反抗 是没意义的 他只是被贺爷爷 出面原谅收留的孤女 任养在贺家苟且偷生 除此之外 他一无所有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更别提旁人 所以顾江 他的生命 原是一片不会波动的死海 而他则是那一滴 让海波动的小水珠 从缺氧的血运中逐渐回神 与晚双眼聚焦 发现贺诚手中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粉色的本子 他的小说 在微信上他骗了顾江 他还在写小说 一笔一画 藏在床头的枕下 是他最深处的秘密 贺诚刚才闯进他的卧室 乱翻乱砸 将秘密抖落 而他现在用讥讽语调朗读的 正是他昨晚才写的新内容 他曾认真比较过喜欢与爱 对他具有独占御是喜欢 认为他值得信赖是爱 若无法与他同在 会感到不幸是喜欢 宽恕他的过失是爱 然而较真到最后 他发现正如十二星座的特征 喜欢与爱的概念 也可以随时混淆 可他依旧固执地觉得 两者存在区别 爱就像只是太阳 而喜欢就像是仰望月亮 一个热烈刺眼 一个树心喜悦 而他是月亮 他的月亮 读到最后 贺诚的语气 从讽刺逐渐变得毫无感情 直至莫为可不得沉默 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是指顾江 最终贺诚问出那个问题 声音冷得可怕 于婉只觉得浑身的血都被抽干 可他还是用尽最大的力气摇头 不是 他努力指示那对黑漆漆的瞳孔 用战力的声线辩解 那只是小说情节 和现实无关 是吗 贺诚却又笑了 笑得阴森森 像是要吃人的魔鬼 我不在乎 反正不管你喜欢谁 你都是我最亲爱的妹妹 你生时别想离开我 葬也要葬在我身边 气 我 看情况吧 有时候我发挥的好 我有时候发挥的更好 发出最后一条微信 我放下手机 戴上降噪耳机 继续拿起试卷 前世我有贺家养着 但由于行动全靠轮椅 外加要隐瞒我制裁的原因 我上的一直是家教 也没能参加正规高考 因而重申后 进入真正的校园 我的成绩基本垫底 好在笨鸟先飞 勤能捕捉 等我把最后一道大体写完 刚摘下耳机 就听楼下一阵叮铃铛吵闹闹 我打开门 却听贺诚的声音 从客厅引引传来 它 是指顾江吗 我走出房间 手搭上木制楼梯的围栏 只见整栋别墅 仿佛才遭遇强拆 到处狼藉 贺诚站在沙发前 状态明显不对劲 雨晚的脖子上 更是印出一圈红狠 仰头瞧见我 贺诚似笑非笑道 姗姗来迟啊 贵 客 他穿我摇晃 手中捏皱的粉色本子 我亲爱的妹妹的大作 要我读给你听吗 我皱眉 什么 贺诚的表情 在妒忌下有些扭曲 他眯一眼望来 谋色深深 你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他什么贴心话 都会告诉你呢 你说是不是 雨晚 雨晚的神色 依旧是往日常见的淡漠 他垂下眼帘 一语不发 贺诚便吃笑一声 举起粉本子 不是吗 行啊 既然这么见不得人 那就撕掉吧 喂 我想冲下楼梯阻拦 可随着尖锐的一声声嘶拉 无数蚊子落作 白花花的直语 无数日夜的心血 复制一句 在最后几节台阶上 呆战片刻 我愤怒地望向贺诚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贺诚却像是解压了一般 神色松弛下来 懒洋洋腻我 正主都不急 你多管什么闲事 他又转向沙发上的雨晚 你说对吧 大 坐 家 随便 淡淡吐出这两个字 雨晚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出客厅 贺诚便笑得更肆意了 你看 他扭回头 衣领就被我猛地冲来揪住 你这家伙真的烂透了 我盯着他一字一句 贺诚被我拽进上半身 先是一正 旋即那双猫眼便笑得弯弯 过脚 一拳 他的脸被打歪 贺诚收敛笑容 咒骂一声 抬手回击在我小腹 两拳 三拳 四拳 青筋蹦起 鼻血飞剑 两人扭打在一块 不像人 像两只发疯的兽 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生怕靠近 就会被撕咬下一块肉 有时候 我真觉得 你和鱼丸挺像 都一样 贺诚将我压到地板 他脸上挂踩 气喘吁吁 一样 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我使劲一个扭身 将它反减 有屁快放 贺诚又用技巧挣脱 抬脚猛踹我的小腹 都一样装 我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头肩一片芯田 又起身朝他撞去 你烂得表里如一 就光彩了吗 贺诚痛得干呕一声 接着又大笑起来 边笑边呕 还叫我再用力些 有病 八 那天我和贺诚的互殴 把别墅里的其他人 都快吓死 事后管家想报告贺赋 将惹是生非的我轰走 却被贺诚拦下 让任何人不许宣扬 而贺诚对我的态度 也明显有了转变 如果说第一次 在篮球场是尊重 那这次就是 吃早饭的时候 贺诚忽然坐到桌对面 撑起胳膊 拖着腮盯着我看 诡异的亲近 古怪的嗜好 喂 顾江 他忽然开口 我不想理他 专心背着英语单词本 于婉身体不舒服 一会你帮他 跟老师请个假 我这才抬头 看向楼上的方向 好 他怎么了 再低头 正好对上贺诚的眼眸 黑洞洞深邃又复杂 哼 在喜欢他这点上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懂 怎么掩饰呢 语气依旧粘酸带醋 但到底没像个超熊一样 突然发作 我不再吭声 低头喝了口豆浆 贺诚便笑了 喂 顾江 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 我猛地呛着 一口豆浆喷了出来 见状 贺诚一面嫌悟地收回胳膊 一面露出得逞的笑 急了 我捏紧拳头 要打架就直说 想迟到的话随便你 贺诚翻了一个白眼 别多想 不是那种喜欢 他又耸肩 说实话 你这人还蛮有意思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我忽然发现 作为同性 你挺有魅力的 作为同性 我挺有魅力 但作为异性 我就只是玩物 不只喜欢 甚至爱 前世的贺诚 也对曾我说过 当着余婉的面 他担心跪在我面前 向我求婚 那一刻的我 对贺诚怀有怎样的感情 心动 感激 依恋 都有 说到底 都是在绝境里 祈求一份忽悠 哪怕对方就是害我 支持绝境的人 明知是利用 却无法脱举 作为被爱一方的女性 我失去了双腿 太弱小了 如今再活一次 我夺回了主动权 仍拥有双腿 还需要他的喜欢和爱吗 见我沉默 贺诚继续道 之前我说你挺会装 刀阔最开始 我都觉得你是那种 满肚子心眼的小人 想尽办法 卖惨薄同情 明明当时可以躲开 我扔的高脚杯 却要硬生生挨一下 听到这 我微微抬头 没想到他那时 竟然看出来了 很意外吗 那种人我见多了 表面对有权有势的人 摇尾起怜 背后又满肤怨气 好像他们的穷酸和悲惨 都是有钱人害的 全天下都欠他们的 就像老头子 做慈善资助了那么多过 结果那群人又吃又拿 到头来心里还记恨他 惦记他的全部财产 那贪婪的嘴脸 真是要多愁有多愁 但你和那些人不一样 贺诚说着故意一顿 撵出一个灿烂的笑 你比他们蠢多了 我 他贪手撇嘴 毕竟连我你都敢动手两次 还说你是屈炎腹势的小人 那才要笑掉大牙 但至少你敢爱敢恨 敢付诸行动 不像那些说一套 做一套的娼鬼 也算有点人格魅力吧 我终于开口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则 你真傻装傻 还听不懂 贺诚的表情 有一瞬的焦躁和不自然 但强压火气道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你当作 可 朋友 允许你留在贺家 他又接着补充 前提是你不准再接近于晚 这算 是好 正式停战的和解书 放低姿态的交友邀请 众活一世 还真见到鬼了 贺诚挑眉望着我 似乎在等我为他 大发慈悲释放了一点 善意感恩戴德 而我没立刻答复 盯了他好一会 才认真到 贺诚 你其实是身贵吧 贺诚脸顿时黑了 你找死 我摇头 我惜命 所以我没兴趣陪你掩然冬 将单子本收起 我跨起单肩包 或许你是从未被人好好爱过 所以不懂怎么爱人 被你看上的人都算他们倒霉 至于你 你会遭报应的 说完 我出门上学 丢下贺诚一人还待在原位 就 可学刚上到中午 外头就出了事 贺爷爷 死了 看见这条新闻的瞬间 我手脚发麻 如坠冰叫 明明四周后的死劫已经顺利度过 明明爷爷也没有像前世那样乘车出门 为什么 人还会出事 娃娃 老头子我一见你 就觉得有缘 看你因我那孽孙受伤 也总觉得亏欠 不如你到我们家吧 有爷爷养你 以后不用再吃苦了 那日在病房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笑呵呵的老人 眉毛头发花白 但身体硬朗 精神十足 还一直在医院疗养 怎么会突发心脏病而亡 究竟是命运 还是 他杀 森寒的二字冒出在脑海的刹那 我狠狠打了一个寒战 如果贺爷爷两次都不是自然死亡 如果两次都是谋杀 而很快 我的猜想得到了印证 于婉不对劲 自从那天的小说事件后 于婉就开始逼着我和贺城 每天尽可能脱晚回家 不是去图书馆学习 就是去医院陪贺爷爷 一而昨晚 于婉见了贺爷爷最后一面 等一下 听见我的呼喊 于婉上楼梯的脚步明显磅一下 接着他愈发加快步伐 仿佛追在后面的我不是人 而是鬼 很不对劲 昨晚从医院回来后 于婉就有些浑浑噩噩 像是丢了魂 之后再也没有出过房间 今早更是请假没去上学 用早餐时贺城的理由说 是身体不舒服 于婉 我大步跨上三个阶梯 从后抓住他的手腕 于婉浑身一个机灵 僵直着没有回身 到底发生了什么 贺爷爷的死不是意外对吧 你都看见了什么 于婉没有回答 扭着手想要脱身 可他的力气太小了 反倒拽得自己几乎站不稳 风中细柳斑摇摇欲坠 我放软声音 近乎哀求 我不想逼你 但这是官人命 还是贺爷爷的命 贺爷爷是我的恩人 我必须搞清楚 而于婉只是摇头 低垂着眼帘 小脸煞白 他分明些什么 却不肯说 因为害怕 还是在逃避什么 我放缓呼吸 耐着性子安抚他 听我说 我敢确定 贺爷爷的死事有人蓄意谋划 那个人骗过了所有人 现在还逍遥法外 我一定要救出那个人 为何爷爷报仇 于婉 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都可以告诉我 责任我来承担 相信我好吗 我不会伤害你 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可于婉还只是挣扎 嘴唇咬得发白 于婉 我忍不住提高音量 手上愈发用尽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你到底还要这样 哑巴到什么时候 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吗 说话呀 于婉痛得倒吸一口气 终于转过头 眼眶泛红 你什么也不懂 他呢喃着 身子剧烈颤抖 骤然崩溃道 你明明什么都不懂 别再来烦我了好不行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于婉 我一时呆住 睁大了眼 于婉自己也愣了愣 旋即又飞快捶下谋 贺家的事 你别再掺和了 那不是你能改变的 你什么也做不了 而我还待在那 许久才收回手 捶在身边 接着沉默转身 走下楼梯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再无交集 顾将 于婉下意识伸出手 我 对不起 而我稍稍停顿 侧过头 朝他露出笑 甚至推开我的卧室门 连一问句都不是 直接的陈述句 很显然 不止家中 包括学校 到处都布满他的眼线 贺诚两手还胸 懒懒靠上门框 我还以为 你能有多绅士呢 最后不还是骂人了 做题的思绪被打断 我转过以备 面无表情 你也想来挨骂吗 别贺诚做了一个 投降的姿势 毕竟我可不是女生 你不仅会骂人 还会揍我 我看向他 和性别无关 只是有些人 非要用拳头沟通 嘴越来越毒了 贺诚吃笑着 翻了半个白眼 我说你啊 寄人篱下还这么狂 真的好吗 最大的靠山霉了 不怕过了今晚 你就被扫地出门 我之所以在贺甲 是因为贺爷爷 我留在这 也不是为你的恩情 你随时可以把我赶走 我也随时能走 我站起身 走向他 前世瘫痪 这一时站起来 曾经仰望又依赖的人 也只需平视 我被我笑了起来 看 我还长着腿 似乎为我突然的笑 而感到莫名其妙 贺诚眯起眼 谋色晦暗不明 能走你就这么开心 他讥讽 那于婉呢 你也放得下 我的笑敏回 神色微微暗淡 见状 贺诚这才稍稍愉快 接着捅刀道 不过也对 那本来就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知道 为什么于婉 什么都不肯和你说吗 贺诚看着我 似乎我不追问 他就不会继续往下说 我皱起眉 还是忍不住道 为什么 因为他打心底里 就憎恶你的存在 我将住 贺诚变笑得更明媚了 你之前说的挺对 或许我是不会爱人 对我看上算倒霉 所以于婉才会那般 急切地想找个太阳温暖 这才开始亲近你 可他很快发现 你不光是太阳 还简直是烈日 明明是个 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却能每天活得那么灿烂 那么有生命力 凭什么 算什么 简直刺眼 那些你以为的关心和安慰 对他来说 其实都是毒药 像最透亮的镜子一样 清晰照出他的懦弱和卑微 但阿婉到底是女生 比较矜持 所以要我这个兄长 接你的朋友 替他转告你一句话 他不是傲娇 而是真的讨厌你 烦死了你 也从来没有信任过你 说着 贺诚拍了拍我的右肩 坠子般的刺痛 滚远点 12 不上学院论坛 1L不考进前五不改名 家人们谁懂啊 越接近期末论坛 越好刷 泪目了 2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天他了 我磕的CP 好像他了 3L暗恋教导主任 哪对 一般的顾江和鱼碗 4L莉莉想睡觉 5L粉蘑菇 有瓜 速讲 6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对啊 不知道两人生生到矛盾了 现在顾江见到鱼碗都绕道走 看得我比自己失恋都难受 7L粉蘑菇 真假 8LA王师傅开锁 我也发现了 如果说以前顾双标示 只对鱼碗热情 那现在正好反过来 是只对于一人冷漠 前后落差简直寒心 9L莉莉想睡觉 10L世界第一的王婆殿下 睡觉节你又在无语什么 你暗恋的顾江不理鱼碗了 你可高兴话了吧 11L莉莉想睡觉 哈哈不好意思 我没你想的那么狭隘 我只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12L粉蘑菇 细说 13L莉莉想睡觉 你们就不觉得 鱼碗以前都挺装吗 不管是被贺诚针对 还是被班里人孤立 他都总是一副淡淡的 事不关己的模样 再看现在呢 14LAA王师傅开锁 我好像有点懂了 自从顾不理鱼后 感觉于衷于荒了 再也淡淡不了一点 从没见过他那副样子 15L熬夜看小说 诶 怎么有点反追七火葬场的感觉 从被追到到追 怎么办我开始有点爽了 16L莉莉想睡觉 之前我对鱼碗的感觉 应该和顾江一样 挨气不幸 怒气不争 所以现在 我很想继续看下去 看那鱼碗会怎么做 不想上自习课 也不想待在教室 贺诚随便找了监控实验室 两腿敲在讲台上打游戏 游戏打腻了 贺诚又扫了眼校园论坛 越看越心烦 便丢开手机 踹了脚旁边的耳丁男 渴了 正进入决赛圈的耳丁男 被人打断 本能要骂娘 但扭头一看是贺诚 又只能咬咬牙 拽起身边的耗子去商店 贴向那两人怨气冲天的背影 贺诚讽刺地扯了扯嘴角 换作顾江 这时候他的拳头 应该已经砸上自己的脸了吧 贺诚随即一震 强行扯下嘴角 觉得自己简直有病 对一个情敌这么关心做什么 可 除了顾江 他身边的其余人 又有哪个敢拿真心对他 贺家 继承 全是 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有那么令人生畏吗 害怕到 连做人最基本的情绪 都能拼命压抑 所有人都对他笑脸相向 也从来没有人 对他真正露出笑容 空洞又乏味的烦躁感 再次袭来 贺诚正要起身 实验室的门 就被人从外猛地踹开 顾江 贺诚下意识仰起唇角 但可惜 不是 是鱼碗 贺诚微微一愣 险些以为是自己眼花 鱼碗 而鱼碗已经大步走来 你和顾江说了什么 什么 我问你和顾江说了什么 从未听过的高亢声调 从未见过的强烈情绪 那些都来自鱼碗 其余跟班也目瞪口呆 这还是那个 对什么都淡淡的鱼碗吗 见鬼了吧 好容易回过神 贺诚第一反应便是被冒犯 他随手抓起一个酒精灯就砸去 闭嘴 吵什么吵 灯时 玻璃碎裂 酒精飞溅 他又吃力地举起身边的一把把椅子砸去 就你会砸东西是吧 见此情景 震惊的众人再也坐不住 慌忙做鸟受散 见鬼了 淡淡的鱼碗 疯了 贺诚闲闲躲过砸来的椅子 你没吼道 鱼碗你他妈有病啊 是 我有病 你早该知道我有病了 都是你逼出来的 你还不满意吗 鱼碗喊着喊着 竟笑了起来 那张漂亮的小脸笑得咬牙切齿 双眼通红 我问你他妈都对顾江说了什么 谁允许你那样说的 额头被瞪脚砸破 剧痛瞬间将贺诚的大脑麻木 不可能 那绝对不可能鱼碗 他那个默然又寡淡 宛若词人偶一样 没有感情的妹妹 难道是被什么泼妇野鬼上身了 还是说自己在做噩梦 那一刻的荒诞感 让贺诚连恼火都忘了 整个世界都好似不真实 而鱼碗还在输出 他抓起一切能举起的东西 砸向贺诚 也不管是否伤敌八百 放弃他了 贺诚突然想起 方才刷到的论坛 你们不觉得鱼碗以前挺装吗 总是一副淡淡的 势不关己的模样 自从顾不理鱼后 感觉鱼终于慌了 再也淡淡不了一点 所以他真的慌了 所以他真的急了 就为了顾江 就为了一个顾江 贺诚牙龈都要咬出血 胳膊和脸颊被飞溅的玻璃滑破 可比起那种火辣辣的刺痛 内心的灼烧感更剩千万倍 贺诚感觉自己浑身都在抖 仿佛马上要永远失去什么重要之物 然而开了口 他的话语还是傲慢且刻薄 怎么 我们的大作家喜欢上他了 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 你两个耳朵之间加的是人脑 鱼丸举着鲜血淋漓的双手 硬在他那副苍白又淡薄的眉眼前 他歪头吃笑 惊悚的反差 也极致的惊艳 你是聪了还是瞎了 看不出来还说我喊得还不够大声 牙尖嘴利的厉害 那个对什么都淡淡的鱼丸 是受了刺激才变成这样 还是说 这才是他真实的性格 贺诚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突突狂跳 是愤怒 亦或者是恐惧 就好像一直束缚在设定里的角色 突然觉醒出自我意识 猛地脱离作者的掌控 在剧情之外的空白旷野里肆意狂奔 困不住 抓不到 你永远也想不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笑死 你才认识顾江多久 他又才为你付出多少 你就这样喜欢他喜欢的死去活来了 贺诚听见自己的声音 没有预想中的暴怒和狂躁 用习以为常的羞辱和攻击 将他的自尊击溃 而甚至是弱了下去 弱到简直像在挽回 我还以为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 没想到你也这样恋爱呢 一点也不像你 别扭又难堪地挽回 贺诚能感觉得到 曾经的鱼腕 对他是有好感的 青梅竹马的朦胧依恋 在累迭那件事的亏欠与欠就 如残剑一般将鱼腕的心紧紧捆绑在他身边 还谈不上爱也无法离开 可顾江的出现 就像一把轻巧的割剪刀 一点点蚕食 他在鱼腕心中的位置 直至将自己彻底剥离 懊悔不安 以及强烈的危机感 强忍额头和浑身的刺痛 贺诚又放软声音 鱼腕 顾江其实没你想得那么好 何况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怎么可能被我一挑拨就直接放弃 你清醒一点吧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然而面对他的质问和挽留 鱼腕只单单望过去 轻飘飘说出四个字 你懂个屁 13 鱼腕 顾江 鱼腕 贺诚是在骗你 鱼腕 我从没有讨厌你 也不想要你滚开 鱼腕 顾江 我知道你在房间里 鱼腕 我可以进来和你聊聊吗 鱼腕 这次我会告诉你一切 鱼腕 顾江 鱼腕 我知道错了 鱼腕 求你别不理我 鱼腕 求求你 放在一旁的手机不断震动 直到刷完这一面的题 我才摘下耳机 先忘了眼窗外的鱼 白天我在学校请了假 现在放学的人 要是忘带伞 可就惨了 再拿起手机 点开消息 淡淡的鱼腕 突然变得话好多呀 而往下滑到最后 鱼腕 顾江 鱼腕 我知道 你其实是女生 鱼腕 从一开始 看见这条消息 我眉间微微一跳 打字回复 我 然后 而对面几乎是秒回 鱼腕 其实我也是重生的 十四 打开卧室门 鱼腕就站在门口 双眼熬得通红 浑身淋得湿漉漉 而他仰望向我 说的第一句话是 为什么 你会把那束花送给我呢 十五 鱼腕 也是重生的 和我一样 甚至 重生的时间点 比我更早 前一是 鱼腕的父母 盛情邀请贺诚的伯父海调 结果传之发生故障 贺诚的伯父 原本可以逃生 却未救于父 而双双溺亡 唯一获救的鱼母 回来后不久 也郁郁而终 留下十岁的鱼腕一人 在世上 贺诚的伯父 是贺爷爷的大儿子 也是贺诚父亲的亲大哥 他没结婚 也无子嗣 一直拿贺诚当亲儿子对待 贺诚和他也情同父子 他的死对贺诚的打击 可想而知 鱼腕也一直相信 是他的家人 害死了贺诚的伯父 对贺爷爷 还有贺诚都无比愧疚 因为在出海前 是他一直嚷着 要吊条粉红色的大鱼 给他养着 出事后 他一遍遍想 会不会父母 就是为了满足他这个心愿 才开出既定行程 最终导致 没竹马的初恋 所以忍吧 只要闭上眼睛 堵住耳朵就好了 只要置身室外 不要在意 任何人就不会痛苦了 后来我出现了 一个无辜的杂耍少年 被贺诚害成残疾 等贺诚发现 我原来是女扮男装 又利用我自己鱼腕吃醋 当时鱼腕也的确 感到了不安和失落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 同时他也清楚 我不过是贺诚 闲来戏耍的一个小玩具 同病相怜 又无能为力 他能做到的 就是尽可能无事 直到贺诚 故意在于婉面前向我求婚 那一刻 于婉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流泪 嫉妒 惶恐 担心失去 这些为贺诚产生的情绪 都是真的 可心底那最后一点 尊严碎裂的痛苦 也是真的 是啊 他就是这样无能 假清高 又荡又利 他这个窝囊费 彻底没救了 那之后 贺诚和他说 是我自己选择搬出去住了 过了很久他才得知 我其实是被贺诚连夜赶出去 以及 我的惨死 而接着 于婉意外发现了 贺诚父亲当年的阴谋 谋害贺诚伯父和他父母的凶手 正是贺诚的亲生父亲 背后的理由俗套又直白 为了争夺继承权 可更叫于婉绝望的是 对于这一切的真相 贺诚从一开始就知道 即便如此 他却选择假装不知道 任由他背负医生的歉疚 以及负罪感 只为让自己和他一样痛苦 贺诚说他爱他 可这真的是爱吗 为什么那爱比恨还要扭曲 还要诛心 无法接受现实的于婉彻底崩溃 浑浑噩噩之下撞向车辆 然后他就重生了 在贺诚17岁生日的前几天 对此 于婉感到的只有迷茫 他不知道 重生后的自己该做什么 是该复仇吗 又怎么复仇 第一个冒出于婉脑海的念头 还是用爱来报复 逢场作戏 让贺诚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心 痛苦终生 然后 就到了贺诚17岁生日那天 我走向他 16 或许是出于同类的吸引 在你接住贺诚 掏出那一束花 没有像前世那样 从人塔伤摔下的瞬间 我就意识到 你也重生了 那一刻不知为何 我开始感到恐惧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害怕你 不敢抬眼看你 生怕你注意到我 报复我 我也以为你一定会复仇 像是抢走贺诚 狠狠报复我 让我经历一遍你前世的痛苦 可你 为什么 会把那束花送给我呢 为什么会 那样温柔呢 我甚至卑劣地揣测 那会不会也是你的迷惑之计 目的就是在贺诚面前 塑造善良的形象 好赢得他的心 然而你却依旧女扮男装 也一点不去讨好贺诚 而是真的 在守卫我 为什么 我无时无刻 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明明我是那样自私 愚钝 明明你和我一样是女生 明明你也重生了 为什么 你还会对我那么好 我忍不住想要接近你 可越靠近 我就越感到自卑和惶恐 直到后来 我忽然发现 贺诚在我思绪里 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小 甚至只要你在 我都想不起 有关他的爱和复仇 我只满脑子想 如果我和现在 女扮男装的你太亲近 贺诚或许会因为妒忌 而做出做更多疯狂的事 所以我以为 我唯一能做到的 能保护你的事 还是像前世一样 无视你 但我大错特错了 我真的错了 无视只是逃避 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一世的贺爷爷又 我亲眼看见了 在医院 贺诚的父亲 师父 我害怕急了 又迷茫急了 只想躲藏 任人摆布 所以你当时不断追问我 我一下情绪崩溃 说了很过分的话 叫你对我彻底失望 直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只第一次真正感觉到 天塌下来了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人 是你给了我最纯粹 最无私的救赎 如果连你也要放弃我 那我终活一次 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忽然开始感到 从未有过的害怕 以及前所未有的愤怒 对所有人 对自己 我都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愤怒 他为什么 他凭什么 他们怎么敢 顾江 我知道前世今生 你都没有真正原谅我 我也不奢求你原谅 我只求你 再给我一点点期待 让我证明给你看 十七 只可惜 我没能等到余婉的证明 在那的一周后 我被绑架了 双眼被蒙住 一片漆黑 我手脚都被紧紧捆住 丢在地上 身下的船舶在水中摇晃 不远处还传来 搅拌水泥的粘泥声响 那即将成为我今晚的葬身之处 一个孤儿 无根服平似的 又被贺家这样一个大家族 悄无声息的圈养 是生是死 都像被捂紧口鼻的人 发不出一点声息 何况贺爷爷 这世上唯一关爱我的人 我唯一的遗仗也不在了 知道的太多 杀人灭口 带着满肚子的肮脏石沉大海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收场方式了 很快 脚搬声停下 沉重的脚步声朝我逼近 一只粗糙的大手抓起我的头发 骂骂咧咧的将我从地上拽起 狗日的刀疤 什么脏活累活都要老子干 哼 你小子也算识相 小的没活路 也不吵闹 就安安静静等死 那人说话粗声粗气 语调间却多了几分同情 你说你 小小年纪 干嘛和豪门扯上关系 人呐 都是越有钱越浑 想蹚这趟浑水的人 最后也被沉到这水里 他最后叹气 罢了 早早投胎早换了好人家 说吧 还有什么语言 而我吃力的仰起头 想了想 才道 小心 你身后 十 砰 钢筋用尽全力 撞上人才扭过一半的后脑勺 与庞然大物 重重倒地的闷响一块 震得人耳膜发麻 我一下摔回地上 听到船里其他同伙被惊动 纷纷抄家伙跑出来 谁 有人挑事 在那边 我看见他了 等等 是个小孩 管他小孩大人 被发现了都得死 快追 耳闻分杂的脚步声远去 我艰难的在地上蠕动 这时 又一只冰冷的手抓住我的手腕 冰的我一个机灵 顾江 确实 鱼碗的声音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来晚了 他哭着 沙哑的嗓音像是踩对火烧 边哭边拼命用小刀 去割我手上的麻绳 现在就我的 是鱼碗 那将人引开的 又是谁 捆死在我手脚上的麻绳 意外的结实 小刀一时磨不断 鱼碗急得浑身发抖 哭腔更浓 我会健身的 从明天开始 我就开始健身 练出一身健子肉 一下扯烂这些破绳子 如果我们还能活到明天的话 我勉强笑道 能的 一定能的 终于割断脚上的麻绳 鱼碗使劲将我扶起 你刚才不是说 小心你身后吗 你知道我们会来救你的对吗 我一定会救你的 那只是我瞎说吓唬他的 我用近乎麻木的手扯下眼罩 终于看清夜色里 一身狼狈的鱼碗 不管能不能活到明天 但今天 我很开心 鱼碗笑着 眼泪大颗滚落 用力点头 嗯 我也是 被绑住的时间太长 在逃跑中 我完全成了鱼碗的累赘 可鱼碗紧拉住我的手 却从未有一颗松开 然而时间还是太短了 很快 将人引开的诱饵被抓 那伙人重新回到船上 他妈的 还敢逃 没手的男人吐了口弹 下巴上的刀疤愈发猙獰 你 你别过来 我们已经报警了 尽管鱼碗吓得浑身颤抖 还是拼命想挡在我身前 试图震慑刀疤男 可我知道 他在说谎 当我看清 一旁被扭住手脚 摁在地上的诱饵时 我就明白 鱼碗根本没来得及报警 放手 放开我 被人压制在地上 贺诚挣扎着嘶吼 你敢动他们试试 从我被绑架 到我所在的位置 这些及时的情报和消息 除了幕后指使 大概也只有幕后指使的儿子能清楚了 如果是贺诚 发现我被绑架 并打算成英雄亲自营救 而鱼碗只是被临时顺带 那他们很有可能 并没报警 一来真凶就是贺诚亲爹 报警间接等于自首 二来 贺诚的性格就是如此 太傲慢 也太天真了 他远远低估了这群亡命之徒的残忍 祸 好狂的小子 行啊 刀疤难大笑起来 他捡起一旁的钢筋 在只剩四根手指的掌心里敲了敲 旋即面露凶相 老子先废了你的腿 看你还狂不狂 你他妈 啊呀 骨骼碎裂之声清晰可步 贺诚的腿瞬间折成飞人的角度 江峰将血腥味冲淡 传上只剩少年撕心裂肺的惨叫 你们疯了 终于从疼痛和惊骇中回神 一个嘴角流血的保镖几出声 他显然是贺诚带来的人手之一 可拿工资的怎么敌得过豁出命的 外加不熟船上帝行 此刻他被揍得满口是血 喊声含糊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贺诚 贺总的儿子 顿时刀疤难的大笑僵住了 四周的空气凝固 瞧着地上快痛轰过去的贺诚 同伙六神无主 刀 刀割 这怎么办 刀疤难也面色铁青 搞什么 当爹的要杀人儿子要救人 他妈的玩我呢 说着 他朝地上狠狠吐了一口浓潭 眼露杀意 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干票大的 把这和小少爷也绑了 扯下一条腿来给他先贺的送过去 要不到赎金 就一块沉了 听见这话 残留着最后一丝意识的贺诚面上 大片空白与惊恐交错 像是雨衣未满 就敢扎扎叫嚣的雏鸟 第一次清晰认识到 自己的弱小和世界的残酷 连朝都被人一下打翻 趴在地上再也飞不起来 如果可以 我很想多欣赏一会他此刻的绝望 可不远处急迟而来的红蓝灯光 请客照亮所有人的脸 嘹亮的警笛也数光破晓般打破死记 响彻将面 贺诚没有报警 但我报了 十八 送往医院后 我反倒成了最快恢复的 雨婉没受多少伤 只是惊吓过度 还需静养观察 而贺诚自不必说 他的腿被钢筋生生打断 即便日后康复 大概率也要落下绝症 他醒了吗 瞧见是我 门口新换的保镖没在阻拦 点了点头便放行 却见贺诚躺在雪白的病床上 两眼直勾勾望向天花板 贺诚 我走到床边 自己拖来椅子坐下 你还是不打算和我说话吗 床上的人没动 静默的像是一尊石雕 不再思考 没有感情 丧失一切傲气和斗志 曾经那个跋扈狂妄的少年 一下安静到叫人不习惯 我跟着沉默许久 在开口时 逐渐放开始终压着的嗓子 贺诚 如果我告诉你 我其实是女生呢 一秒 两秒 三秒 四秒 那双麻木又混沌的黑毛 突然震战一下 接着缓缓转向我 贺诚盯着我 瞳孔缩了缩 不可能 终于 那破罗一样难听的嗓音 是贺诚这么久以来 说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不可能 我脱下宽松的外套 露出不在果胸后 微微起伏的身材 这还有我的体检报告 性别那一栏 要看吗 那一刻 我看见震惊 迷茫 不安等无数情绪 在贺诚脸上飞快堆叠 他张着嘴 看着我 仿佛在看什么外星人 最终 贺诚闭上嘴 垂下眼 整个人如同陷入雪中般寂静 我 很抱歉 两久 他才哑声道 我活了两世 等来的第一个道歉 出乎预料的 我内心没激起半点 大仇得报的放松或畅快 甚至 隐隐的 还有一团愤怒的火在胸腔燃起 你再和谁道歉 前世 我被他害得终身残疾 永远困在轮椅上 失去自由 却不敢表现出半点怨恨 全心全意依赖他 奉承他 哪怕清楚 他对我的好不过势利用 是他和于婉之间的小情趣 也只能强装不知 忍下羞辱 小心翼翼的苟且偷生 直到最后他得偿所愿 无视我的再三恳求 在暴雨的夜晚 将我扫地出门 我都没得到过一句抱歉 一点愧疚 可现在 我还能自由地站立 奔跑 每一天都活得顺从心意 受辱就回对 恼火就揍他 更是叫他直接赔上一双腿 他却反过来和我道歉 似乎压抑于我的问题 贺诚再次抬谋 和你 不行吗 行 当然行 我只是为前世的自己 感到不公 可悲 贺诚目光落在我身上 又触电般一开 神色古怪 调色盘式的不断变化 声线更是不知 在放哪个吊上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女生 以前 挺 我打断他 感觉你要说的话 会一下歧视两个性别 都挺伤人的 别说了 贺诚便又沉默了 但这次 在病床上的他 却坐立不安 我站起身 事到如今 我想告诉你的 就是这个 我要完全做回我自己了 没别的话 我还要去上叶子洗 等一下 我回过头 你 讨厌我吗 什么意思 之前 我对你 可能是因为妒忌 因为你对于婉 无视线殷勤 于婉又和你亲近 后来我父亲他 我不明白 总之 那个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一愣 旋即笑了出来 抬头看了眼表 有点晚了 再见 十九 在于婉出院的第二天 他就以贺家养女的身份 主动站出来 指认贺父蓄意谋杀贺爷爷 以及许多年前 谋杀他自己的亲大哥和他的父母 此消息一出 举世接惊 小到校园论坛炸了锅 认识于婉的人 全觉得自己不是走眼 就是幻听 大到新闻媒体乱了套 是凶事负 航门争斗 喜闻乐见的劲爆狗血 反观赫富却淡定一场 面对采访他直言于婉 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表示 这不过是小孩子不懂事理想 回去多教育就行 毕竟空口无凭 没有证据 只可惜 比起淡定 实在没人淡得过于婉了 于婉有证据 甚至还找到了证人 谁叫男人 总是受人瞩目 而女人总是被忽略 当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放在我这个男故江身上 想尽办法监视我 控制我 堵住我的嘴时 于婉得到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去根据记忆搜集证据 谁也想不到 那个从踏进贺家 就一直乖顺 懦弱 兔丝花一样 依附贺诚的于婉 第一次发生 就宛若雷霆重击 将贺诚和贺富 打得猝不及防 而更大也更震撼的打击 还是余婉的证人之一 贺爷爷 活着的贺爷爷 娃娃 爷爷今天找你来 其实还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那天在医院 贺爷爷的后文便有关于症 从始至终 贺爷爷都是假死 一切都在他和我预谋内 骗过了所有人 目的就是引蛇出洞 只因有传言说 贺爷爷准备立遗嘱 将他三分之二的财产捐献 赫富心急之下 这才打算先下手为强 贺爷爷虽然人老了 但他的脑子依旧清醒 世上罕见的清醒 而捐赠遗产也并非传言 贺爷爷说 与其留下供养荒子禅孙 一臭万年 不如将这份财富 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就当是我一人 尽可能替子孙后代赎罪吧 再次出现在镜头前的贺爷爷 头发全白 老泪纵横 至此 赎罪并罚 贺富再也无法翻盘 前半生的全部恶果 从此疯狂反噬 连带着一块反噬的 还有贺城 曾经不可一世的贺家大少 如今成了过街老鼠 尽管他现在人在医院 可校园论坛里 已经铺天盖地 刷满讨伐帖 就等着他回校后 心照老张一起算 有关校园隐形霸凌的热度 也因此窜声 顿时引发社会热议 当记者采访到余婉时 他笑了笑 拿出一本 被无数交代拼合的粉色本子 我想 这个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即便后来努力缝合 裂痕仍然存在 另外 里面有我原创的小说 即将节级出版 到时候 欢迎大家购买阅读 嗯 采访里不让打广告的 记者不禁面录笔疑 而且 你一个女孩子 这么见缝插针的追逐名利 就不觉得吃下难看吗 于婉却只是微笑耸肩 别人的闲言碎语 他已经不再会被吓倒了 最后看完这段采访 我关上手机 帮司机一起把行李搬进后备箱 顾江 这时 一道男生划破雨帘 传到耳边 我回过身 却见一身病号服的贺诚 坐在轮椅上 几乎被大雨浇透了 好眼熟的场景 简直像回到了上辈子 只是人物互换 目的也完全不同 我知道了 雨碗都告诉我了 贺诚淋得狼狈 声音也被雨水打得一声 鼻一声鼻哑 我撑着伞 看向司机 辛苦了 你先进车里避雨吧 我说会话就来 等司机坐上车 我才望向贺诚 所以呢 他眼下清黑 眼底不满血丝 顾江 前世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搞砸了一切 你说的对 我从没被好好爱过 所以也根本不懂 怎么爱人 只能通过不断 伤害别人来补取关注 吸引注意力 不好意思 我低头看了眼手表 现在洗白 好像干晚了 我会赶不上 贺爷爷给我订的飞机的 贺诚一愣 两手攥紧裤腿 痛苦地低下头 对不起 我只是想说 你能留下来吗 拍杨起头 红着眼起球 再给我一次机会 补偿你好不好 不论是以朋友的身份还是 我忍不住笑了 不是 大哥 你又想感动谁 那你这腿有本事 就别致好 一辈子坐轮椅上悔罪 否则每天我回来 亲自给你打断 闻言 贺诚眼底最后的 一丝光亮暗淡 他缓缓低下头 好 我答应你 我转身拉开车门 正要收散 那于婉呢 你就这么走了 也放得下他吗 贺诚又突然从后喊道 困兽似的难看极了 我动作一顿 微微侧头 练无表情道 他所奔赴的 是他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 那会是一场痛苦的挣扎 还是酣畅淋漓的冒险 都取决于他自己 何况 我还没原谅他呢 二十 他想 大概到很多很多年后 等他变成了白头发的老太太 牙齿都掉光 脸上也皱巴巴 他还会深深地 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在他用一本大卖的新书签售会后 他远远听见有人和他说话 给 这束花送你 和你的裙子很配 他的头猛地 转向那久违而熟悉的声音 心脏因期待而漏跳了一拍 他正站在那里 轻快的脚步随着急促的脉搏 发出雷鸣般的幻名 而他伸手稳稳揽住了他的腰 毫不费力地将他拖起 旋转 鼻尖对着鼻尖 嘴角扬起嘴角 欢笑与眼泪交融交织 以至于手中的花摔碎了漫天 纷纷洋洋的花瓣 将一旁腰封上摘抄的蚊子簇拥 他的生命原是一片不会波动的死海 而他则是那一滴 让海波动的小水珠 水珠虽然已经消失 但他引起的波澜永远不会消失 直到泛起连绵不绝的浪花 越来越大 永不停息 最终冲垮漫长岁月 逼他搭建的城墙壁垒 让枯闲的海水彻底流浪 成为滚烫而欢喜的热泪 全文完